哎 兄弟 等女朋友呢 嗯 那要不先打一场 好 兄弟 球技不错呀 嗯 兄弟 你高几了 高三 嗯 刚毕业 转大一吧 哟 我指哪 哎 那边过的那个女孩 是找你的吗 嗯 嗯 对 是来找我的 来 兄弟 没你面前 咱更得好好表现一下 痛快打一场吧 全一期校园高三励志剧 至高三 欢迎各位收听 希望每一位彻夜挑灯奋战的考生 都能成着梦想 扬帆起航 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我都会在这里讲话 但你们知道 这一次是不同的 这是我第六次站在这里迎接新学期 迎接你们 也是最后一次 少学期 刚升入高三的时候 我只觉得那一次班主任的话有点激励 周围的同学 有点努力 相处了两年半的老师 突然间变得话更加多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高三 这段异常令人敬仰 又惧怕的时间里 我会有如此之大的收获 思思 我前几天说的是 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部长 你是说白日诗诗的诗诗词吗 我们部里没有文采方面过硬的 这点你也知道啊 一定要用我们部里的人吗 主席是这样说的 不过你有好的人选吗 可以推荐一下 一直这样耗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有倒是有一个 但是学生会用人一向看 成绩吗 成绩不是问题 我注重的是能力 不 不是说他成绩不好 其实他的提升空间很大 我一直认为 他出众的不只是文采而已 能让你给这么高评价的人 可没几个啊 我倒是有些好奇起这个人了 怎么 男孩子 天哪我打去 是男孩子 不过不是我的菜 纯粹心上而已 好吧好吧 那你跟他说说看 如果能写 就尽快把出稿拿给我 好 没问题 冯粹 过来 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为你争取到一次展示你才华的机会了 展现才华 是呀 曼琳在抽百日试试的演讲稿 他又没时间写 知道不 我就找上你了 哥我 我能写吗 喂 汉子 别怂啊 你都喜欢他三年了 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的无动于衷 纯粹 我 我怕让他失望吗 冯粹 这个事我跟你说了 你爱写不写 我告诉你 曼琳绝不会喜欢又闷骚又怂的男生的 你自己想想吧 曼琳绝不会喜欢又闷骚又怂的男生的 又闷骚又怂嘛 初狗醒好了 你拿给他吧 哟 拿给谁呢 别 别总难我寻开心 不是说怕让他失望吗 我觉得 我不写才是真的会让他失望 进 部长 试词写好了 这么快啊 快 拿来给我看看 嗯 不错啊 句与句之间的衔接很好 有逻辑性 而且读起来很有气势 可以很好地鼓励我们高三的同学 有需要改的地方吗 没有 在你这儿 竟然一遍过了 怎么 很奇怪 看来冯一这小子真的是下了心思去写了 嗯 你这可是很少有一次过的 怎样 要不要和他交流一下 可以 正好我需要他再添两句话 嗯 明天这个时候我让他来会议室找你 那我先走了 文采这么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三年来就没有听说过他呢 请进 你好 我是冯一 你好 不用太拘谨 我又不是主任 叫我曼琳就好了 坐吧 嗯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 我看了你的试词 不得不说 写得非常好 但我认为 还是有可以修改添加的地方 你看这样 嗯 我也觉得我这个 这里可以改成 曼琳 那我就先走了 等等 冯一 嗯 加油 一起考大学 好 我可以更加努力 更出色的 冯一 加油 哎呀 哎 对不起对不起 不小心抓到你了 没事没事 以后走路当心点 怎么心不在焉的 哎 好 哎 现在也就别看 要好好学习了 开工 啊 腰好烫啊 我这是 半夜睡着了 趴桌子睡了一晚 哎呀 我的卷子 找到口水了 自从一起讨论稿子以后 这两个人好像一见如故 也不知道楚曼琳跟冯一的 呆头呆脑的兽 到底说了点啥 最近居然开始发愤读书了 废情忘事的 简直了 曼琳 你找我吗 是这样的 我和思思 要去书店买考卷和书 然后去自习室自习 你要不要一起啊 好的 那我们走吧 思思在校门口等我们呢 曼琳大神 我都不知道该买哪种 你给我和冯一推荐一下吧 你们看这本 这里的讲解拓展都很好 你再买一本配套的练习题 认真坐下来 应该收益很大 小冯弟弟 我女神可是大神 谁你弟弟啊 就要是放在平时 曼琳肯定被学渣们宰杀了 那你呢 谁说我就是渣了 很自信啊 不是说 努力中有回报吗 当然 那 那倒是可以期许一下 沈志剑 要来了 放异你这小子 牛皮到时候不要吹破了 丹思思 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我和他的差距 冯一啊 真的更要加油了 不知不觉这么晚了 考卷终于要改完了 老师们也真是会物尽其用 肩膀好酸啊 黄老师 你们班 那个 那个 哦对 那个叫冯一的学生 最近数学成绩提得很快啊 他 是吗 不过 语文成绩也是呀 哎呀 如此可教 这孩子 平常也很努力呀 马上就省之锦了吧 冯一估计 能冒个高吧 嗯 我倒是对他抱挺大期望的 高考也不远了 现在努力 想来以后也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 是啊是啊 学生出息 我们也高兴嘛 嗯 看来 真的有提高啊 哎 那个教室 怎么还亮着灯啊 那是 冯一他们班的教室 可是 不是早就下了丸子席了吗 怎么还会有人呢 那是 冯一 老师 你等我一下 还有一点就好了 冯一 是我 哎 曼玲 你怎么还在 被班主任留下来帮忙改试卷 刚要走 就看见这里的灯亮着 过来看看 是检测十三的这道题 老师已经讲过了 可是这一步我还是不明白 这笔记补充的 还真是 很刻苦啊 这题 你看 你这里少了一条辅助线 应该这样子 D.O.H.D. 冯一 这边 好 怎么样 紧张吗 说不紧张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 我想 我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那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了 加油 好 加油 走 上阵场杀敌去 做完了呢 还真是 努力就会有回报 看来也是真的 最后这三个月 我就这么努力过来了 没有想着 没有想着其他的 就想着要考大学 要想着一起加油 留下最美的 不悔的回忆 高中 就要再见了 老师 同学 思思 还有 曼玲 高中生活 终于结束 七月中旬 高考成绩出来了 九月中旬 冯一到最大报道 遇到了同样 到最大报道的楚曼林 只是叹了一声好巧 便各奔各的宿舍了 大四 冯一收到了 来自一集团的 试用通知书 和研究生通过的消息 与楚曼玲告白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小日子过得献上 我真是单身狗哟 回头看看 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 我们倒也没把时间 浪费在恋爱上 这样 也挺好的 在高三 我问什么时候 都不要失去信心 你知道的 奴隶真会有回报 像我一样不是吗 希望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能够保持一封平常心 祝你们高考顺利 另外 高一高二的小学弟 小学妹们也要记住 在你没有本事的时候 不要去烦恼感情的事情 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学生 也祝你们高考顺利哦 罗笔的每一个选择 多少次另一种可能 是眼里的倒计是梦 让我们身心轻捧 未来不只是未知数 要么努力往上爬 要么在泥潭中腐烂 不被看得见的打败 不被看不见的阻碍 高三的深海 沉在着我们的梦 有蓝天有星光 有你在 然后笑吧 没有人为孤军奋战 前提花开挂落 去留雾影洒脱 寂寥的灯火 照亮了你在我梦中的模样 燃起的每一栋魂 都灼热着另一个自我 未来只有自己买单 要想得到从未得到的 就是做从未错过的 任何光会是个一分一秒的努力 再也无法回眸的那一刻 每个日子都写成了事 事的落款是 潘水平时的岁月 也无法回眸的那一刻 不被看不见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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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花开挂落 去留雾影洒脱 寂寥的灯火 照亮了你在我梦中的模样 燃起的每一栋魂 都灼热着另一个自我 未来只有自己买单 要想得到从未得到的 就去做从未错过的 任何光会是个一分一秒的努力 再也无法回眸的那一刻 每个日子都写成了事 事的落款是 潘水平时的岁月 Zither Harp